而戏里面有兄弟情 我觉得戏外 因为你们这个组里面都很多年轻人 所以戏外大家好像也是那种 拧成一股神这样 一股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我们戏里戏外都跟一家人一样 我们每个人都很投入 对自己的这个角色和身份 然后你看我们的这个 不管是王弟也就是演二当家的那个韩奎 还是张义还是张习义也好 那个二当家韩奎生活中就结巴 结巴了三个月 他在他为了习惯那个他说话结巴就一直结巴 完了我们在生活中的那种感觉 就完全跟戏里面的是一模一样 所以大家就非常非常的有感情 演起来的时候也不觉得作作就很自然 对戏里面你有哪一场戏比较深刻吗 比如我看的时候我印象最深 因为刚才我们说这种抢银行那个大头娃娃 还有就是你去数那三个人 然后咬断自己手指的 你说这两点子都是我出的主意 真的啊 大头娃娃是因为小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什么开运动会啊或者是表演的时候 那时候经常会戴这样的娃娃你是这样给你的灵感吗 其实大头娃娃这种东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对对对中国颜色 第一因为我们这个电影是中国电影 那第二我们这个 这些土匪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匪 对 第三那我就希望它是有一点点这种悲情和壮烈的东西在里面 因为首先我们这帮土匪杰富极品 那他是本着好的可能是好的心思去做这些事情的 所以他就比较有意义的带上这个大头娃娃 去来抢劫 那但是因为那场戏等于是很惨 他们的很多兄弟被包围了被打死了 当你看到子弹穿过大头娃娃 打住人身上那种那种惨烈的场面的时候 其实你是会会跟这个大头娃娃本身的这种笑脸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当时是想到了有这种东西 我才跟导演提出来 我说不如我们用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头娃娃去做这种东西 因为我也看过很多西片 他们也会有带各种各样面具的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会比较适合我们 所以导演就采纳了这个意见了 然后我觉得出来效果还挺好的 就挺有标志性的 对尤其是他们的笑脸特别可爱 然后可能反差会更强烈 还有那个手指的 我觉得处理的这个细节也比较好 要按照正常 我说土匪 那应该越惨烈 好像越让人更撕心裂肺 但是他镜头 只是让就是手指放到嘴里边 有可能有话外有声音 但没有表现出来说是特别血淋淋的这样的东西 是吧 我没看 你没有看 这是导演处理的手法 拍的时候 拍的时候还是有血淋淋的 对对对 拍的时候我们还是按照正常的这个感觉去拍的 当然我没有真的咬掉 但是我相信很多东西是不需要非得要直白地去表达的 但这个创意这个情节我觉得是是要有的 因为本身我就在想 我说这个人想要换回三条性命的话 没有那么简单 肯定是要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每个人得到一些总是要失去一些的 所以我想在这个大当价的身上 总是要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 让兄弟们去扶他 所以就想到了这个主意 他也是很有眼光吧 因为很多人会说 他用自己的手指为代价换回那三个人 但是那三个人直接帮他成就了这个最初的匪帮 你是觉得他是很有眼光的人吗 这要搁到现在来说就叫团队 对对对团队 就是你要牺牲一些代价来换取一个优秀的团队 那按照我们来说就是不惜一些代价 我要得到我想要的这个团队 对我要把最优秀的人才都笼络到我的身边 所以其实他只是一个寓意了 就是第一表明这个人物的性格 第二表明他的领导能力 第三就是也表现他这个人物的这个热血的一面 所以刚才我说他是很有眼光吗 那推到现在 其实你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室 某种程度也是老板 可能也需要这种选择各种各样不同 这种个性和这样的人才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做老板挺辛苦的 没那个 那句话怎么说 没什么就别懒那个瓷器活 对 怎么说的 没有那金刚传吧 没有那金刚传就别懒那瓷器活 其实我觉得做老板挺累的 对对对 你要给我一选择 我其实还想要不然就过几年再说吧 可是 因为你要养活很多人 对 你有很大的压力 你背负着很多的人的期望 对 所以 还是挺辛苦一事 对对 可是现在没得选择 对 所以我有时候说 我是亲唱的《匹夫》那歌里面 就真的是 就是 最后一句话很点明我现在的这个心境 就叫 为争口气而活 人有时候是为什么 很多人都说你吃饱了 喝足了 你现在也有钱 你即便不干也够了 那你到底为的是什么 让自己这么辛苦 我说 可能就是为了口气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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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这一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